快看,这就是我们小学课本中学过的飞夺卢定桥 这里面就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地方 也是小学课本里面都学过的地方 四川卢定桥 提到卢定桥呢 无论是有没有来过四川 应该都不会对他感到陌生吧 穆子为什么这么说呢 主要是因为他的出名源自于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那就是飞夺卢定桥 我们的先辈曾经用鲜血染红了这座桥 很多人都听说过 但是从来是没有来过的 今天大家可以跟随穆子去体会一下 当年红军飞夺卢定桥的艰巨和勇敢 走吧 卢定桥的全长是103.67米 仅靠13根铁链和一些木板组成的 9根做桥面宽为3米 4根做扶手 下面也没有桥堆 每根铁链呢 由862至997个铁环组成 总共有12164个铁环 环环相扣 龙丢桥的铁件重量超过了40吨 两岸桥堆的帷幕结构 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桥 你看游客走在上面呢 晃晃悠悠 看着呀 有点害怕 感觉呢 木子的腿打软 真的很难想象 在89年前 桥上连木板都没有的红军战士 是怎样冒着枪林弹雨艰难的冲到对面的 鲁定桥也叫做大渡桥 位于四川省甘子藏族自治州的鲁定县 它始建于清康熙44年 最近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 清朝康熙皇帝呢 为了川藏交通的运输问题呀 那想的是焦头烂额 大量物资呢 无法运送过河 贸易无法顺利进行 在大渡河丢失命的人呢 也是不计其数 为此民间对着大渡河是又净又怕 他说呀 一定要打通川藏交通 借此呢 来增强国力 当时呀 还没有鲁定桥 只能靠那个小羊皮筏子呀 运输货物和交通出行 大渡河呢 波涛汹涌 两岸都是陡峭的石壁 如果一不小心 会命丧于此 所以呢 想要安全渡河呀 就成了一种奢望 两岸的货物呢 也常常的堆积如山 有的呀 还会坏掉 因为时间长了 为了解决各种问题呢 在1705年 康熙皇帝呀 下令呢 修了大渡河上的第一桥 卢定桥 木子现在呀 已经是走在了桥的中间了 其实不是我胆子小 是真的很害怕 你看主要是一走 他来回晃悠 这人就这么多 大哥你害怕我 有点害怕 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慢点 没事没事 所以说你看 我们的大哥都害怕 这里呀 因为在1935年 红军呀 飞躲卢定桥的战役呢 而文明中外 卢定桥的铁链呢 都是当年啊 工匠呢 手工打造的 你们看 在每个铁环处呢 还有一个小圆圈 上面呀 竟然有名字 每个圈都有 因为当年在修建的时候呢 材料是直接负责任制的 每一个铁环具体有哪个工人建造 都是可以查到的 是因为呀 当然他们在铁环建成之后呢 工人们会在上面印上自己的印章 这种印章呢 既是一种荣耀 也是一种责任 呃 若是当年哪块出了问题呀 将会直接问责 在这种的管制之下呢 每一块铁块呢 都十分的坚固 任谁也不敢偷工减料 所以呀 时至今日 三百多年过去了 卢定桥依然屹立在这里 这都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我们终于要过来了 奉劝大家啊 咱们这高那高的 最好三次而后行 因为呀 你胆子小子呢 走到半路呀 可能吓得不敢走了 有好多刚才走到一半 就吓得退回去了 因为下边河水太湍急了 所以说呀 是非常非常的害怕的 说不害怕呀 那是假的 因为据了解呢 在清朝道光年间啊 这个卢定桥呢 出现了一次断裂的事故 当年桥上呢 共有十多个人 在桥上发生断裂之后呢 从上面掉到了大渡河里面去了 说没有一个生还的 现在你看呢 这个卢定桥的木板呀 它都是有间隔的 这样的设计呢 就是为了减轻这个桥的自重 和这个风的阻力 咱们正常呀 行走呢 都是胆战心惊的 真的很难想象当年红军战士 在没有木板的情况之下 他们是怎样渡过去的 在这个桥的东侧呀 有一桶石碑是康熙玉碑 记载了当时康熙年间 为什么要修建卢定桥 也记载了建桥的经过与艰辛 你只有亲自在卢定桥上走一趟 才能更加深刻的体会到 当年红军飞夺卢定桥的艰辛 我们现在呢是在西桥头 1935年红军呢飞速赶到了卢定桥 占领了西桥头 22名战士呢 在这里立下了 有我就有桥的誓言 危险重重的从这里呢 爬着向东桥头出去 最终夺取卢定桥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十三根铁手 诉说着英雄的故事 湍起的河水呢 倒映着仙辈的阴魂 每一个烈士呢都应该被我们铭记 他们的精神理应被我们传承 华夏儿女永不言败 而这些仙辈呢 就是我们坚挺的脊梁 在这边呢有块石碑 上面写着一桶山河 下面呢是卢定桥三个字 是康熙皇帝玉笔 卢呢是卢水 定呢是安定之夜 这个名字的含义呢 是骚乱与平 卢河已经安定 卢定桥成为了连接汉藏 交通的纽带 卢定桥呢也因此而得名 这座桥不仅是一座交通工具 也是一座历史见证 更是古代人民智慧的象征 和祖国艰难成长的见证